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在那个长沙橘子州一个商业活动认识她 她当时还读大四 然后一下午活动呢就拿300块报酬 而且微博粉丝她那时候也就五位数 而且每天她就是发发心情啊 晒自拍啊就感觉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小女生吧 咪咪的第二次走红则是在2013年年底 她当时的摄影师男友李小雷 为她和一年级的小苹果拍摄了一组写真 并立刻在网络上走红 这可以说是咪咪成为网红的惦记之作 而后2015年咪咪被选中参演剧版佐尔 自此进入娱乐圈 然而此时她却和男朋友李小雷分手 删掉了一切秀恩爱的痕迹 并迅速改掉微博名和认证 也让许多她的老粉难以接受 不禁吐槽她打脸自己曾说过的不进娱乐圈 还批她忘恩负义 踹掉了捧红她的男朋友 一时间她的各种黑历史也纷纷被拔出 李小蕾是一个比较软的人 当时那个咪咪也是挖了别人墙角和她在一起 后来那个咪咪火了 提分手 对然后李小蕾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虽然进入到娱乐圈 咪咪始终徘徊在十八线 左耳后也只在大唐荣耀里 出演了景田的小丫鬟角色 那么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的咪咪 又是怎么结识到王思聪的呢 其实早在2015年 她还在和李小蕾恋爱时 就在某主播APP上关注了王思聪 而她也是王思聪关注的第一个网红 可以见得王思聪对她早有留意 两人此时只差一个相识的机会 而咪咪进入娱乐圈后 在饶雪曼的帮助下 逐步认识了北京上海影视圈的一些大佬和前辈 想必也就此和王思聪正式结识 这样看来 两人能够在一起也不足为奇了 虽然咪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网红 到如今和谷咪老公一起登上热搜榜首 成功吸引到众人的目光 但是老爹也着实为妹子捏了一把汗 且不说王思聪身边的网红无数 更新速度之快 更不会承认你是她的正牌女友 而且现在网上已经把你扒了一个地儿朝天 负面传闻也是扑天盖地 所以说成为王思聪身边的女人 风险还是太大了 好了 今天的818就是将 明晚8点18分和老爹继续约情哦